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要来读斐利门书 主题是在基督里的爱和饶恕 由临终传道撰稿 这封书信是保罗书信中最短的一封 只有一章 共二十五节 但却是最有温情的私人书信 书中几乎没有提到教会的牧养和教义 有的是使徒保罗的谦功 圣思和爱心的完美体现 本书的中心内容是 保罗为一位犯错逃跑 后成为基督徒的奴隶求情 通过本书的灵修 让我们再次思想 基督徒之间的爱和饶恕 在人际关系中实践接纳 就像主饶恕并接纳我们一样 本书是保罗的四封监狱书信之一 其他三封是 以福所书 菲利比书和哥罗西书 本书在结构和内容上 都十分精炼清晰 问安 感谢 祈求 期待和结语 从一到三节的问候中 我们知道受信人是菲利门 以及他的妻子亚非亚 儿子亚基布 从哥罗西书第四章 我们知道亚基布是哥罗西教会的长老 菲利门可能是保罗在以佛所传道时信主的 后来成为哥罗西教会的一位领袖 在他的家中有定期的聚会 信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 阿尼西姆 这个名字的意思是 有益处 他是菲利门的奴隶 因为偷窃或是别人原因 得罪了他的主人 逃到罗马 后来遇到保罗 由保罗带他信主 并伺候被求的保罗 保罗本来想让阿尼西姆留在自己身边 但觉得阿尼西姆 仍应面对律法的规定 回到主人那里 趁推积谷要带信到哥罗西教会 正好陪阿尼西姆一起回去 此信 及保罗为他属灵的儿子代求 恳求菲利门在主里原谅阿尼西姆 从四至七节 保罗对菲利门的称赞中 我们看到菲利门的信心和爱心 是有实际行动和功效的 保罗和纵圣徒都可以见证 拥有奴随的菲利门 估计是相当富有的 他不但周济信徒 而且开放自己的家做教会 的确是难能可贵 真正富足的人 菲利门书一章八至十一节 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疑的事 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 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求的 宁可凭着爱心求你 就是为我在捆索中所生的儿子 阿尼西姆求你 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 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 这四节是保罗为阿尼西姆的求情 说得相当委婉 保罗既是使徒又是长者 本来可以运用权柄 直接要求菲利门以仁慈对待得罪了他 并逃走的奴隶 但保罗并没有这样做 而是以谦卑的方式 让菲利门做出甘心乐意的决定 保罗在这里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基督徒之间互动的榜样 不以权柄命令 而是放下架子 谦公地恳求 让对方自愿行动 这是领袖的分范 第十五十六两节 保罗要让菲利门知道 因为阿尼西姆的姓主 他跟菲利门的关系不仅是主仆 也是弟兄了 而且是亲爱的弟兄 在基督里都是平等的 这个理念在当时奴隶制圣行的年代 是革命性的 可以说是福音所带来的改变 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想过如何用我们的信仰 去影响我们的世代呢 菲利门书一章十七到二十一节 你若以我为同伴 就收纳他 如同收纳我一样 他若亏负你 或欠你什么 都归在我的账上 我必偿还 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 我并不用对你说 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 兄弟啊 忘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 并忘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 我写信给你 深信你必顺服 知道你所要行的 必过于我所说的 这一段大概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 保罗在放下他的地位与权利 而基于爱的态度来求情之后 亲自以他自己和斐利门的关系 来请求斐利门接纳阿尼西姆 保证会带阿尼西姆偿还债务 再加上对斐利门的期待 保罗对斐利门可说是 动之以情小之以理 有点压力 但不让人觉得不舒服 用现代的话说 保罗的情伤实在是高 从另一方面来说 保罗是真心爱护阿尼西姆 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 都归在我的账上 我必偿还 这也让我想到 主耶稣不也是这样 担当了我们过犯和罪孽 把他们都归在他身上了吗 保罗的生命 的确彰显了主耶稣的生命 我相信 保罗对这位新信徒所付出的 肯定深深的鼓励了他 并兼顾了他的信心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想到 在我们中间的出信者 或是木道友 需要你付出代价 去帮助的呢 也许你的付出 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让我们效法保罗 珍惜每一个为别人的生命 而付出的机会 最后几节是保罗对自己 很快就会被释放的期待 他让斐力门开始为他预备住处 保罗也照例以问候同工的安 结束 弟兄姐妹 这封短信 包含了两个最重要的属灵教训 一 当我们劝勉别人的时候 应该有保罗的谦卑态度 不要以权柄 让别人顺服自己 而是希望别人 因为我们的话 去顺服神 服从神的真理 二 属灵的权柄 是建立在基督之爱的根基上 唯有在基督里 彼此相爱 接纳 才能让每一个人在主里得到最大的益处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天父 谢谢你让我们从使徒保罗的言行中 看到一个真正的属灵领袖的特质 谦虚 温柔 充满爱心 又不失对真理的坚持 求主帮助我们在基督里 彼此相爱 彼此接纳 因为无论我们的身份和地位如何 在主里都是一家人 赐给我们能力 饶恕别人对我们的过犯 就像耶稣饶恕了我们一样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弟兄姐妹 谢谢您的收听 愿神赐你美好的一天 不论你在哪里 神的恩惠 平安 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 再见 发送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